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秋十月 丹桂飘香 真的已经到秋天了 但是北方的秋天有点冷 今天我跟姜总我们俩都穿上大衣了 还是有点严寒的感觉 但是在这样的气温下面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福克特的新车 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婆姜总 好 谢谢大家 你看到我们讲车的时候 我告诉你再冷 把衣服脱了也可以讲 这个车才是真正有激情的车 我们现在要讲好车 一定要有一个敢挑战越野 那么这款车我们 杨桃是首次看到我们真正把车达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真正四驱 而且高度上次我简单做了一个资料统计 这里是达到80公分 离地间距达到80公分 等于说要杨桃上车的话 我估计要两层台间才能上去的 我腿够长 够长 这个车辆应该是用到3.0T的柴油发动机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全球已经停产 在国内的市场上可能应该是不到20台 其实我们写的是不足百台 是全球这个3.0T柴油的车不足百台 所以说现在是绝版车型 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外观 实际上发动机不用在这一套了 3.0T它具备一个跟国内的真正越野的房车来对比的话 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大计的这种可以说跟大计相抗衡的底盘 我记得我们跟杨桃在对底盘上做了研究的话 它这个是用了一个钢板的强度 全部是用钢的 这代表着我们在专业开发团队上介绍了一下说 这款车如果改成335大轮胎的话 那比大计或者说比我们那个要冰岛越野房车 为什么说它选用这个底盘呢 这就是我们认为超牛的 所以说还是非常期待 天气再冷呢 很多人来关注这个斯宾特 大家说等到杨桃来 就我们最后来这个高端车 真正的具备四驱 而且可以具备是绝版车型的 还是我们等到杨桃来给他做个介绍的 我们一起来 非常感谢姜总 那我们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这个的话什么地方都能去 沙漠能去吗 能去当然就去了 冰岛越野房车 冰岛越野房车 这个够很 我们在整个国外的网站上 我们下的很多资料 他在冰路上在冰山上走的话 也只有这个车是才具备那种 我们叫超级越野房车 那么我们还是很多客户在问我说 到底你这个B型房车做什么呢 里面还有哪些的设计呢 我上次我们跟杨桃在福克特的时候 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叫 真正的叫旅游版本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款 刚刚客户的商务版本 出来了 其实这个商旅吧 我们到车内看一下 走 那我们去看看 到了车站我也不大意 来我们请羊头上车看一下 这个车可不可以 哇 我们来观察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车顶上面 点点星光 星空顶有没有 然后前面呢 还有一个这种这个叫 小小的时钟表盘的感觉 也是尽显高端 你再看这边都全自动的 对我们还可以打开 喝喝茶的这边 是吧 这样做法 这个车呢是客户定制的 我倒感觉这个颜色呢 整体适合了一个 比较非常有品味的 一个商务感 那么车内的功能呢 也比较全 而且它可以对座 座椅呢 也可以打平的睡觉 当然他要的是说 我们不要商旅房车 这也是很特别的 不要床 但他要什么呢 要后面一些衣柜 这个他这个老板的夫妻俩呢 说认为后面放一些衣服啊 又会放一些洗漱化妆品 其他的功能 他就认为是一个商务理由 可能很多这种客户呢 他对商务的需求 比较多一点 对我估计家里面车 可能多的是 他主要是为了可能 开长途的时候坐着舒服 然后有一个卫生间 就你看啊 这个座椅不打开的时候 我的腿能伸直躺平的 这个座椅打开之后呢 对面就可以坐个人 四个人这样对着喝茶 这个特别好 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身体好 这个车看着有感觉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车呢 因为它的功能还挺全的 包括电脑桌板呢 包括这些茶具啊 其实在商旅房车上 目前看呢 我认为这种品味和定位 这种颜色设计呢 都是比较难的 就大家 因为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 估计 我为什么说杨桃应该 会比较喜欢 有设计感的颜色 不那么花俏 他这个有 算有点品味的 总体上呢 灯光可能没那么强 他要的是一个微星感觉 他没有主灯 都是用这种 就是分围灯来进行装饰的 对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主灯 但他也是柔和光 总体上 我对这个车辆呢 是 对斯宾的这种 宽度啊 跟整个高度来讲的话 未来走这种高端商旅房车 还是最佳选择 当然有人说我要去挑战户外 野外的越野的 我认为还是应该走那种 我们上次加长版那种的 那应该是带吊床啊 带那种旅游的生活的 这一款呢 可能偏向于商旅房车 选的比较多一点的 让杨桃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车辆 如果讲的宽度 这个座的 我感觉还都是可以的 是吧 聊聊天呢 打打牌 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首先这个高度啊 就是很多商务车呢 高度是非常矮的 你看一下我们坐直之后 头顶上方还有这么多 然后我以前穿的是高跟鞋 我依然还是能够站起来的 所以车内的活动空间就很大 然后这边呢 升起来就是一个电视机 上面是GBL的音响 包括整个这种质感啊 就会让你觉得很高端很商务 这车开出去很有面子 这肯定是给杨桃这种美女 放手势的 手势的 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座椅上面 好 这个放在这 对它两个功能比较全 就座椅通风 座椅按摩 座椅加热都是通通齐全的 包括如果是对面不坐人的时候呢 这个座椅可以躺平 你可以尽情舒适的休息 这个车是我的审美非常好 找到感觉了 我们也认为这种车辆呢 这有何种一个 这个可以放电脑 而且它什么都是全自动的 不需要再手动拼了 这个呢 直接给它缩下来 缩回去就行了 然后需要的时候再把它给拿出来 我也感觉这个车还是不错的 你别说第一次 因为这个车呢 我们为什么赶快把它拍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 留下来一个 整正的资料 因为今天下午客户已经 准备着提车了 正在商量 夫妻俩要冲这里 要开到沈阳 我也为这一对夫妻呢 买这个给我们定制一版车呢 我感觉非常的特色 而且有质感 我们经常说拎包入住啊 有一些呢 可能是标准版的拎包入住 这台车就是豪华版的 就是反正哪哪都很齐全 尤其是高速上堵车的时候 刚看一下后面的卫生间 还是智能马桶 嗯嗯 这个它后面坐的 应该说像一点家具 就是那个衣柜呀 储物柜呀 其实蛮有感觉的 呃这个车辆是 我不舍得叫大家客户提走以后呢 什么资料都没留 说后来大家请到了 杨桃来为我们这个车呢 做一个向全国的车友做个推荐 因为我认为未来的商旅房子 不见得都追求那种固定的床啊 还有床具啊 现在逐渐的有一些客户就提出来说 我要的就是在航空坐椅上 在路上躺下来 稍微能够做个短暂的休息 那么到了地方以后 一定要住宾馆的人 这种人还是很多的 是是是是 所以这台车就是很好的满足 比如他们的一个商务出行的需求 是是是 我们来看看后面吧 嗯 ok 这个后面这个区域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就是很符合女生的需求 尤其是当你在高速上碰到大堵车的时候 其实你看客户的要求很明确 他也未必是说一定要在这洗澡 但如果你真的想冲个脚的话 也是有的 这个是一体式的 更多的时候呢 是比如说女生洗个脸 因为她要化妆嘛 然后呢洗个手洗个脸再进行化妆 包括呢堵车的时候 这个智能马桶也是能用得到的 然后这边这一面 我就特别的喜欢了 女生的衣服很多 我现在真的发现了 怪不得这个订车的人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美女的 他一定会对这个质感对着后面 他不需要那么粗犷的空间 说我要做饭要炒菜 对 杨桃肯定不会在车上炒菜的 他一定是需要这种要质感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 能让我把自己变漂亮的地方 就是把我的衣服给放放好 你看这有一个衣柜 然后并且这种质感 这种皮质也是非常棒的 你看我就说每一个细节 他就会比如说每一个人的 这里是鞋柜 太好了你看 哇他想就很齐全 这个车好像是给你订的 这种感觉 拿走拿走 非常的棒 就是储物空间又很足 然后每一个不论你是小衣服也好 还是外套还是鞋子 都有能给你放的地方 包括这边 我觉得这台车就是一定 他们家肯定是有一个就是太太 或者说女士的 有这种需求 因为你说出去玩的时候 我还真的不会在车上做饭 然后睡觉呢就是住酒店就可以了 跟杨涛刚刚做完介绍以后做个总结 做了这么多年发现一个问题 车子没有什么真的好与坏 要适合于不同的人 这个人如果说他说 哎我许我喜欢像杨涛喜欢这种高端的 有品味的生活的 他就不需要那个床 又喜欢做饭在上面还炒菜 他肯定不需要的嘛 我发现每一次看到福克特的车 都让我变成了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每一次看到新车都有惊喜 之前那几个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像总裁啊 然后结果今天看到这个 我宣布他成为就是2021年度新进的 我最喜爱的车型之一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这个应该也呼吁我们同行 大家现在不要说哪款车好与不好 其实喜欢的人 是个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那个客户当时来了以后 他说明天来提车 看了一眼就说了 我就不用上车看了 这个车我太喜欢了 两口子就在那高兴高呛 说打了全款就告诉我 后天来提车 又去买 又去订一辆什么马萨拉蒂 我就对为这种客户 他一定是 他说我不要什么床 我干嘛在车上那么将就的去睡觉呢 座椅能放下去 能够按摩 能够舒适加热 坐得舒服就行了 出勤过程当中舒服就可以了 这家车可以 多少钱呢 这个车家 我这个车挣不贤149万 149万 但其实如果说很多朋友啊 他有这个心理预期 或者说这个预算的话 你与其去买那些商务车 就是一加一的非常严重的 倒不是选一台真正适合你自己的 而且还有卫生间的 就光卫生间这一点 那些商务车就比不了 因为今年国庆的时候 很多人都遇到在高速上面堵车 然后结果呢 跑厕所又来不及的 你说的很对 他家里就好几个一百多万的商务房车 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才是未来他们出行当中首选的车辆 可能当你有了一辆其他的什么 摩尔法什么之类的车的时候 第一辆车可能是为了面子 但是买这样的车的时候 是真的因为你的生活品质需要 好谢谢谢谢 感谢杨桃给我们这样定位 这个车辆以后推荐 你就推荐这种高端车就行了 其他车不是说不高端 是因为不适合你这种推荐的 是吧 我们其他车辆不需要麻烦杨桃了 以后我们走斯宾特 走进口福特 一定请杨桃来 专走高端 谢谢 有请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感谢观看